老公,回来了吗? 刚进小区,马上到了 有人敲门,你等一下 妈,你怎么来了? 闺女,妈想你了 还带了你爱吃的柿子 妈,来,快进来坐 来,慢点啊 妈,来,你先坐会儿 我去给你倒杯热水 闺女,先别忙活了 妈,这次来啊 是想求你一件事 妈,是出什么事了吗? 闺女,您把这次查出来了肝不好 医生说要动手术 这手术费需要四十万啊 做手术的话,还能多活几年 要是不做手术 尽多一个月啊 可是,妈没钱啊 妈不想没了你爸 闺女啊 妈实在没有办法 就只能来找你了 妈,那大哥他们知道这事吗? 你大哥家妈也去了 他今年刚买的房子 手里边也没钱 妈没办法 就只能来找你了 妈,我今年生意也不好做 你这突然间问我要四十万 我上哪去给你拿这么多钱啊 闺女,妈跟你爸已经生活了几十年 从来都没有分开过 要是你爸没了 妈也活不下去了 妈 闺女 妈给你跪下了 救救你爸 给你救救你爸 妈 你先起来,你别着急 来 妈 你等我一下 妈 按理说 我们做子女的应该多拿些 可我今年做生意 也亏本了 家里只有这些了 是女儿无能了 闺女 妈知道你们也不容易 这钱啊 算妈问你借的 等就我妈把庄稼收了 就还给你 你爸还在医院躺着呢 妈就先走了 你是否常想起 谁能抚养荡 这事 别让大牛知道了 路上注意安全 你记得 谁为你把泪藏 你是否已明白 谁给你一个家 你是否已懂得 最爱你是爹吗 你是否总在 有很多事放不想 老婆 咱妈呢 老公回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妈来了 你刚刚打电话忘逛了 你跟妈说话 我全都听见了 咱妈回去了 什么 回去了 什么时候回去的 刚走不久 大概 十分钟吧 你看你办的 这叫什么事啊 老公 我爸生病要做手术 我给咱妈拿了一万块钱 你别生气啊 我怎么能不生气啊 天天 咱爸生病住院 需要四十万做手术 妈从乡下 大老远的过来找你 你就只给他一万块钱 就让他走了 你太让我失望了 老公 家里没钱 你不是不知道 没钱 没钱 咱们就不能想办法去借吗 我问你 小时候我们找父母要钱 哪一次不是理直气壮的 现在他们问我们要钱 怎么就成为借了呢 父母为了我们 连命都可以不要啊 父母养我们小 我们就应该养他们老啊 老公 现在借钱 你不是不知道有多难 借不到还丢面子 田天啊 我问你 是面子重要 还是咱爸的命重要 你就这么让妈走了 那剩下的三十九万 你要他们怎么想办法 老公 我 我知道错了 老婆 父母在 家就在 我不希望爱我的人 仅仅只是爱我 更要有一颗孝顺父母的心呀 咱们现在 也已经为人父母了 更要明白 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句话的含义呀 这十年后 我看着泪流 老婆 拿着 我刚从朋友那 借了四十万 咱们现在就去医院 把这个钱 给咱妈妈送过去 你轻轻的走过 在风雨花丛中 妈 哎 妈 原来你在家呀 我过来看一下你和爸 哦对了 这个呢 是我自己种的菜 拿过来 给你和爸吃 谁家没种菜呀 进吃些 破包菜 烂黄瓜 你还是拿回自己吃啊 妈 妈 我们来了 妈 哎呀 儿子儿媳妇回来了 回来就回来嘛 还带这么多东西 哎呀 萌萌 孩子还好吧 孩子挺好的 妈 还是我儿子最孝顺呀 回来呀 还大包小包的 天气这么热 别热坏了 快进来 没事 快过来坐 慢点啊 你先坐 妈就给你做好吃的 好 谁能误会 哼 小妹 你储大干什么呀 我说小妹 你不会是走路来的吧 哎呀 你要是没车 你跟我们说呀 我让你大哥 拉你过来 这坐车呀 可舒服了 就是呀 儿子 过来 你别跟你小妹 走那么近 她现在场子破产了 还欠了一屁股债 也赚不到什么钱 就连你妹夫呀 都扔下两个孩子 跑路了 小心 她为你借钱 妈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 我说错了吗 妈 我每一次回来看你们 你跟爸就故意 把好吃的藏起来 怎么 是生怕我多吃一口吗 是 这两年我工厂效益不好 没有赚到钱 可我哪一次张口 为你跟爸要过一分钱 还是说我少回来 看过你们一次 我少在你们跟姐 敬过一次笑 小妹 你怎么跟爸说话呢 大哥 你先别着急说话 是 这两年你是挣到钱了 可你也得把钱当钱 你得省着点花 眼丑 嫂子马上就要生了 你们用钱的地方 从我们去了 大哥 你好好地想一想 如果有钱的时候 咱妈是怎么对我的 我现在没钱了 咱妈又是怎么对我的 我现在没钱了 这道理 这人呀 有钱了 走到哪都吃香 人没钱了 哪怕是最亲近的人 不嫌弃他 老板 你怎么来了 老板 为什么吃是这样啊 我故意说你这样 可可妈妈你说 就这样了老板 这是咱们盒子 把我打了一千万定金 来 给坚持 一千万 好 老妹 原来你没破产啊 今天晚上你就别走了 我哥给你做的 最喜欢吃的铁锅动大德 对对对 不用了 可是你说这铁锅炖大我呀 那怕是吃不习惯 我呢 还是回去吃我这些脱菜的 花五百日和 人五百年富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人有钱的时候 不要看不起任何人 人没钱的时候 也不要向任何人低头 过激少年球 家人们 你们说我说的对吧 在那之前想对你说我愿意